下面来关注在接连遭遇波音737 MAX飞机暂停生产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公开斥责 公司评级被下调以及星际客机飞船 是非失利等不利的事件之后 波音公司在2019年12月23号宣布 对管理层大幅调整 现任董事会主席戴维·卡尔霍恩 定于1月13号起担任波音首席执行官职位 现年63岁的卡尔霍恩拥有在黑市集团 卡特比勒尼尔森公司和通用电器的任职经理 曾带领多家公司走出危机 波音公司此前在声明中称 董事会认为必须改变领导层 重塑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 不过卡尔霍恩能否帮助波音走出当下的危机 还有待观察